大小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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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我們說到大小 因為大小其實都是相對的 當我們面對一個 比方說大黃宮這個空間 我們可以說它是很大 但是我們如果跟自然物相比 它也顯得小 但是在今天這個比例 當然有另外一個含義 特別是剛才也說了 所以我們就認為說 所有的齒人都變小了 所以人就在這個 物理環境下面 他就覺得人是 是相對小的 當然就是說 像這種作品 我一個人是沒辦法去實現的 因為其實這個作品的任何一個 部件我就一個人的 這個不能拿不動 而且我的工作 主要我個人可以做的 主要是我要做一個非常 就像我們這個 鏡頭裡面看到這個模型 這個1比20的模型 我必須要非常準確的 來做這個模型 為的是方便接下去的 所有的各種不同工廠的一種協調 所以有很多人 有很多不同的專業 不同的工廠 來參與這個計劃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本身是很有意思 對我來說 跟以前的我計劃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計劃有一部分是在中國製作 但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華國製作 比方說這條蛇 蛇頭在中國製作 整個身體那麼長 是在華國製作 首先我想說了就是說 當然這個蛇的多益性 是我一直在強調的 但是我也應該就提醒就是說 我們不要太陷入一種 比方說 管理我的文化背景裡面的這個蛇的含義 會涉及到 比方說在西方的傳統裡面 管理蛇的整個的在歷史上 特別是在比如說在《聖經》裡面 這條蛇它在大皇宮裡面 在首都、在中心 特別在今天在移民的這種環境裡面 這個移民潮的這個環境裡面 當然我個人也是來自於移民 但是我很少確認這個神魂 因為藝術家就是他不動 他都在移動 雖然說我們現在用的這個題目 是用加上後面有個S 好像有單指一個帝國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從未來可能一個 比方說到全球化 可能是一個壟斷性的 一個全球化的東西 所以可能它是沒有 並不加S的 就是後面沒有多一個 一個沒有複數的 是一個單一的 當我們說到全球化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個抽象改靈 我覺得是我們切身的 就是每個人的每個行業的 一個切身的體驗 比方說就我做一個藝術家來說 在2000年以後 可能有10年的時間 我大概有30個集裝箱 因為我有很多的作品 當時是在中國製作 後來在歐洲或是在美國展覽 所以我們也就提到 比方說當我們看到集裝箱 我們提到的是經濟 當我們看到這個帽子 我們想到的是戰爭 就是說經濟也就變為另外一種戰爭 比方說文化也是另外一種戰爭 我們也可以這麼認為 其實藝術界 藝術上也存在著戰爭 當然我首先我要說 當我得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應該是我很興奮 這是一個 但是我同時應該是很平靜 應該這兩點 首先為什麼興奮呢 因為首先這是一個冒險 這是一個冒險 我也知道這個計畫 這個項目 是很 就所謂的政治性 因為放在中間 而且這個就等於是一個靶子 重能可以敲打的靶子 所以要非常小心 所以同時我要保持一種平靜 在這裏